口服避应药 是不是目前我们刚才有讨论过 子宫颈癌大部分都是跟病毒感染 大概将近是百分之百有关系 那服避应药到底有没有关系 那变成可能是不是从人类的行为学去探讨 有需要服用避应药这个族群 他们的行为模式 还有他们的性生活的模式 是不是有它的特殊 可能比较活跃一点 对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倾向 那这个可能就比较没办法去定义 好 那第二个 女性便秘容易诱发子宫颈癌吗 这个我相信应该是事后结果 因为子宫颈发展到一个程度之后 会造成局部的一个压迫 然后他可能就会去就医 那因为子宫颈 他本身没有特别痛绝神经 所以子宫颈的早期是不会有任何症状的 所以应该是反过来讲 便秘有一部分可能是子宫颈癌 造成的不要轻忽这样子 对 没错 第三个 左撇子的妇女容易得到乳癌 有听说过吗 廖医师 那跟左撇子到底有什么关系 倒没有听说过 可是乳癌的族群里面会玩一个游戏 你是左派还右派 就是你是左边或者右边 那你是左边右边的 大家就会说 左边的大部分是比较感性的 右边的是比较理性的 可是所有的事情呢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出现 我想是因为在国外很多理性 都是属于他们国外的人 他们左撇子比较多 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些文化的迷思 可是确实没有 所以应该也没有 而且左撇子有时候 因为台湾的妇女矫正他们的孩子 但是外国人有时候没有 好 再来看擦止汗剂容易导致乳癌吗 有时候夏天穿衣服有人是有一些味道的 然后容易流汗 所以擦止汗剂真的会吗 没有 可是网路有一段时间流传了很多 那今天呢 因为呢 大家都想到说 那你乳癌检查的范围有包括这个 那你手术的时候有做到这样子的领导的感染 因为觉得好像化学的药剂差在底下 其实没有 事实上止汗剂它的主成分不会 主要是它的添加物 它会添加一些可能一些防腐的一些成分 包括像一些 像一些枪 像一些枪基的本 枪基的本子酸类 这一类本身就是一个环境荷尔蒙 所以它很容易造成乳癌的发生率 可能稍微会高一点 那另外在男性来讲 有可能造成生殖能力方面的受损 所以应该是添加剂造成的可能性比较高 所以止汗剂是OK的 本身成分没有问题 添加剂有问题 就跟我们现在的环境一样 湿的东西没有问题 可是它的副成品有问题 可是其实如果刚刚讲的添加那个 刚刚说的是那个ParaBan 就是里面一个抗菌防腐器 它不是只有在止汗剂里面有 我们一般的化妆品 还有什么洗髮精 沐浴乳 其实都会添加 所以应该不能说是 所以定期的检查还是最重要的 好那最后再来看看 乳房比较丰满或浓乳的女性 容易得乳癌吗 好 郑医师 事实上应该是乳房比较丰满或是浓乳 会增加你去做早期筛检 跟你早期自我检测 会延误你的这个被检测出来的时机点 还有也容易造成误判 所以会让你印象中觉得说 好像这类人怎么族群特别多 我想应该是主要是不容易检查 对啦 而且其实很多乳房丰满女性也比较肥胖 那喜欢摄取一些高油脂的食物 所以可能也造成说 大家会有印象说 好像乳房丰满女性 比较容易得到乳房 事实上乳房丰满还蛮有趣 因为正式paper里面 它有去分你是什么cup的东西 没有这句话 没有这句话 所以今天只要有乳头的 乳头的母乳类都会 像动物一样 只要有乳头的 好 所以我们看到 有阻力 都有 我们的